這個叫滿水位 已經到了剩到九公分左右 滿滿的滿水位 蓄水力101% 台灣水庫吃土了 而且越吃越多 現在平均庫容量只剩下三分之二 主管單位水利署不想水庫吃土 要把土拿掉 卻只能用最傳統的方式 這個就是抽砂船 這個就是抽砂船 它前面那裡有一個絞刀 那個絞刀放下去 碰到水底下去 抽泥船一年差不多四十萬地方公司 我們有估計 就一地方要五百塊錢 所以一年四十萬 四十萬地方公司 一年就要兩億了 那陸挖的部分 一年也差不多四十萬 要幫這個先天設計 就水土不服的 吃土水庫對抗大自然 做再多都是一攻一殺 因為按照目前速度 石門水庫得在沒有任何颱風 拜訪的前提下 花一百二十五年才能完成清淤 能做的 政府說是控制人為開發 只是私心能被控制嗎 負責石門水庫管理的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常常因為不是裁罰機關 對於集水區內的違法開發束手無策 因此2012年他們特別成立尋守志工隊 收集市政通報給相關單位 以利取締開發 那我們這一塊的志工是專業志工 山坡地亂砍亂罰 我們要如何去制止如何去複議 然後結果一連串上課上了兩年 找來台大中原大學土木系等學校合作 志工要先上課才能上陣 除了學習專業知識外 還要懂得危機應變 我第一次來這邊的時候他正在挖 所以我那個怪手在前面 公投拿著圓鞘追著我打 北水局那邊的那個專業訓練是說 若是在怪手正在挖的狀況之下 那是叫做現刑犯 所以我們可以馬上處理 我們有發生生命危險的時候 我們要先去跟當地的害處所警察 先備案 然後協同警察一起來舉報 這個位於山坡地保育區的山頭 使用編定歸類為農木用地 已經被選手隊舉報兩次了 這天是第三次到訪 每次都有新的警察 一點點一點點 而且還把圍牆整個圍起來做起來 他的黨主牆用這樣子做不行的 這個磚的話只要是這個稍微大於 裡面的水如果是吃飽的話 一下就整個一下就卸下來 一下就這樣 對 這個就違法 這個非常過分 這個這樣子就不對 桃園市水務局波管科實地勘查發現 這塊地2015年申請蓋小型農業資材室 2017年審查完工 到了年底 地主竟然沒有申請就二次施工 不僅新蓋擋土牆 還整地打算蓋房 也就是說 巡守隊舉報無誤 確實是違建 感謝石門巡守隊的舉報 就這樣擠水區又平安的度過一天 現實當然沒有這麼美好 現在很開心 常常就在很開心的狀況之下 這麼安樂的狀況是違法的 是 違法的 整個石門水庫區域是很常看到的 那些商人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 常常辦這種活動 民眾happy賞花 巡守隊在一旁很angry 兩個禮拜前的時候 這個挖土機正在挖 我們來看到這一個陡坡 這個絕對不及格 而且剛才我們看到上面在送花 然後這邊還是落實一堆 這都是同時就下一場大雨 這邊已經被淹沒了 在巡守隊眼中違法的 這塊山坡保育地 其實是秉種建築用地 地主向區公所申請除草取可 怎麼除 先砍除原始雜木林 再挖成一個L型的空地 最後出動大型壓路機整地 如此陣仗 也賦予除草兩字新的演繹 除得好像有點 有點這樣 基本上它那個地方是有落差 很難去恢復它的原狀 我們就 就現況部分去做好 維護處理 因為恢復不了 撥管科請地主提出 檢疫水保計畫 輔導改善 沒有開罰 事實上這樣的情況 並非單一個案 過去幾年 巡守隊通報了690件 疑似違規開發案例 真正裁罰的僅23件 為什麼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地方政府連法都不想法 其實縣市首長都要選舉 所以這種人情壓力 它可能來自於小智一個里長 或者他的什麼條卡 民意代表各方面都有可能 我以前那麼多 其實某個程度上 是一開始 有些默許的一些 執法能量不足 然後你又沒有特地去取締 然後變成繼承事實 但是違法新聞就應該要先罰 然後要熱令要停下來 甚至 我覺得政府如果要展現決心 其實是說 那我要先叫你回復原狀 然後我再叫你 再走後面的行政程序 因為只有這樣子才可以遏止這種 造成繼承事實先斬後座的情況出現 只要複雜就好 他就有事無控 不發現他就貪掉了 有的時候大家討論起來說 那沒好 那不用補了 那夥伴們很老的時候 我們就跟他講 大家沒有關係 我們的任務只是去查報而已 然後我們大家就是盡量 難道我們只能盡量 難道我們只能束手無策嗎